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或者思想的经文是出自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1和第32节 也都是我们继续延续我们这个登山部分的讲道的其中一个部分 今天的讲题是叫做尊重神中的张力 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基本上我们知道政治的体制可以分为两大类别 第一类别叫做民主的政体 另一类就是叫做专权式的政体 我们逐样去看看什么叫做民主政体 通常主张民主政体的一方的人往往他们都会高举公平或者平等 用英文说就是fairness或者equality 作为他们最关心的价值和条件 所以他们务求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样的权利和义务 而这个看法也是很多基督徒或者在基督教圈子里面 很多人的主张和思想 但是如果当我们细心去想一下这种政体 如果真是说做到人人平等的话 那其实又将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局面呢? 当我们去想深一层 其实当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 有自己的义务 他喜欢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都容许他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最终只会造成一个局面 就是国人都只是去按照自己的意见去任意而行 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再不可以说有什么所谓的规限去规限他了 你有你的自由 我有我的自由 那我的自由又不能够被你的自由去干涉到 那在这个时候有什么规限呢? 你也都不要干涉我 我也都不要干涉你 那其实这种想法 或者这种主张 这种政体呢 只是造成了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结果其实只会造成一个局面 就是某些人在不经不耳间就会去占据了或者剥削了另一个人的自由 或者某些事物或者财产 而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能不能够继续维持到这种人人平等 人人都有同样的权利与义务和自由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终就是达不到这个所谓人人平等的现象 那我来看看这一个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那么那个专权政体这种运作又如何呢? 通常主張專權政體的人都會認為所有的事情都只是由主政者的角度、利益和思維去著想 所以既然他們有這種相信 於是他們就不會以人人平等這種觀念去作為他們的起點 而他們造成的結局就會只是按照這些主政的人他們的意思來任意而行 所以這種思維其實在聖經中也有介紹給我們看的 如果我們參考在這個生命記的時候 生命記第十七章十四至二十節裡 其實上帝早早就已經預料了神的子民他們將有一天可能會去要求立王 但是耶和華神在生命記裡面說得很清楚 祂如果要立的都要立在一個弟兄屬神的子民 而他是經常在上帝的說話管束之下去管治的 但是很可惜的如果當我們看到薩姆爾基上第八章 尤其是薩姆爾基的第八章十次十八節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到其實當以色列民要求薩姆爾 見到薩姆爾就快死了年紀老了 他的兒子又不太生性了 於是要求薩姆爾為他們立一位軍王 如同其他列邦一樣 那麼薩姆爾就在第八章十至十八節裡詳細陳述 如果你們要有一個這樣的王出現去被選立 管治你們呢 其實你們的結局其實反而是被他去核制 所以從我們剛剛所看到的無論這個所謂民主的政體 或者是這個所謂專權的政體 其實他們指向的結果其實都最終不是能夠達到於 這個世界上人人平等的 甚至可以這樣說 這個他們所分別不同的運作 其實最終都只向同一個結果 就是所有的人都只是給某一些的人特別優勝 平等是做不到的 所以當我們今天去看這段聖經的時候 當然我提出這一個這樣的題目 不是和大家一起去研究什麼叫做政治 我不是阿里士多德 我做不到比他更精準的一個陳述 不過我在這裡只是希望大家明白到一點的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去迷信一些太過簡單的觀念 比如民主和平自由 或者甚至在基督教裡面 經常都去建議到我們要有愛 其實這種思維現在整個普世的世界裡面 很多人都有這種思維 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愛 基督徒也都引用聖經 原來我們信望愛 其中最大的就是愛 所以我們就要愛 愛就是一切 如果我們這麼簡單地去看聖經的話 我們就很危險了 因為當我們太過迷信一些超乎簡單的一些陳述 甚至神學的陳述 或者一些世界觀念的時候 縱使好像大眾的人都同意這個做法 或者這個觀念 但其實當我們去看聖經 基督的整個的教義 或者我們所看到的 作為神國的子民的教義 其實不是維繫在這些簡單的神學陳述 愛、自由、和平 不是這樣 而是維繫在上帝他的旨意 而上帝的旨意 就不只是這麼簡單一個字或者一個詞語 可以去陳述的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 當我們經常都談論到愛這個題目 世界的人都說 最重要是愛 愛能勝過一切 基督徒也是這樣 詩歌也是這樣唱 其實上帝在聖經裡的啟示 有關愛的時候 其實愛當中不是我們單純所想的愛 當中還包含著痛苦和可能有傷害 今天我就會和大家一起思想這一方面的題目 因為耶穌基督來到登山寶分第五章 第三十一和三十二節的時候 就提及到一個涉及婚姻相關的題目 耶穌基督是要告訴我們 婚姻其實不只是講到一對男女之間的愛 很多信徒都會這樣想 我要講愛 婚禮也會講愛 你們給予相愛 要有上帝的愛愛你們 但上帝的愛是什麼 沒有詳細的陳述 就用世人那種對愛的看法 原來當我們仔細去看 婚姻其實是環繞著一個更重要的題目 就是我們怎樣尊重神 在創造男人和女人這個神學主題裡面 很可惜因為我們今天已經活在一個 被最嚴重污染的這個世代當中 因此耶穌為我們再次去在這段聖經 或者他當時的人去介紹什麼才是婚姻的意義 其中包括了有不公平 聽清楚不公平 痛苦難堪和更多很複雜的問題在裡面 但是婚姻就是這樣 而婚姻也都反映到上帝原本創造人 男女之間的關係 耶穌基督希望藉著登山寶分 當中所有的教導 為我們帶領我們去有多重的反思和討論 好省當我們作為天國的子民 今天我們就已經開始去學會怎樣活得符合天國子民的身份 而其中一件事就是今天我們所看的 原來我們必須要認清楚當我們活在上帝的裡面 揭力要去遵從主的旨意的時候 當中其實有一份很大的張力是存在的 所以今天的講題就是尊重神的張力 我們會一起去看《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一至三十二節 找到之後我們會一起以廣東話去讀這個和合本的版本 又有話說人若憂妻就當給他憂恕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憂妻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 就是叫他作淫古了 人若取者被憂的古人也是犯奸淫了 我們會分開兩部分去看這段經文 第一部分我們會去看第三十一節 在這部分我們去看原來婚姻觀是反映我們對神的尊重 我們來到這段經文可以說是看到耶穌第三個反思的題目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了 從第五章的第二十一節至四十八節 共有六個反思的題目 今天我們來看第三個 在這個第三個反思的討論當中 耶穌將那個討論收窄到去看婚姻關係的影響 留心說在今天我們這段的經文第三十一節裡面 我們發現到耶穌一開始的引用 再沒有如之前所說的你們聽見者話說或者有話說 明顯跟先前我們所看的第五章第二十七節的開頭 是有這句說話的陳述是很不同的 其實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上文當談論到這個男女奸淫的題目的時候 耶穌基督其實已經告訴我們 創世紀當中神定定了男人和女人之間他們的關係 但因為男人和女人犯罪之後 他們將原本神創造人的原本的旨意 逐步踏入一個破裂的階段 所以耶穌先在先前講到從第二十七至三十節 講一個普羅男女之間的關係 普羅大眾男女之間那種奸淫的情況之外 來到這裡就要更加收窄到 講到一個更普遍的一個關係 就是婚姻的關係 男女除了平日不是見男就是女的 有很多的交往的機會 但是更親密的男人和女人的關係 莫過於是婚姻的關係 首先我們在這裡要弄清楚一件事 或者要明白一點的就是 聖經裡面的討論其實按照當時社會的運作去描述 所以我們設計帶著一種有性別歧視的思維去看聖經 千萬不要因為這段聖經很多時候很容易被人用到 經常都說到女人是弱者 聖經特別的陳述 我今天想跟大家看 這段聖經絕對不是這麼簡單的經文 這段聖經一開始 耶穌就說連續上文所說到犯奸淫的問題 但是再進一步說到婚姻的時候 還有你們曾經也聽過這樣的說話 什麼說話 人若優妻就當給他優殊 很簡單的一句經文 這句經文其實是一種 耶穌引述當時一種流行文化 或者當時流行的對於婚姻的觀念 這段聖經文在哪裡出的呢 或者這兩句說話 人若優妻就當給他優殊 其實是出自於新明記 第24章第一至第四節裡的第一節的其中一小部分 或者因為我們不太熟悉這段經文 我們稍後去讀一下 不過耶穌這個引述 其實是回應當時普羅大眾的思想 或者那種陳述 是一種極度斷章取義 去引用神的說話 作為他們的生活 甚至信仰的基礎 因為猶太人就很熟悉 耶穌一說他們就馬上回應 知道這段經文內容說什麼 不過我們通常比較生疏一些 不如我們現在打開這段經文再讀一次好嗎 《生命記》第24篇第一至第四節 《Deuteronomy 24-1-4》 我們一起讀和合本的中文版本一次 人若娶妻以後 見他有什麼不合理的事 不起悅他 就可以寫憂書交在他手中 打法他離開夫家 以後可以去嫁別人 後夫若恨惚他 寫憂書交在他手中 打法他離開夫家 發是娶他的妻的後夫死了 打法他的前夫 不可再婦人顛污之後 再娶他為妻 因為這是耶和華所徵護的 不可使耶和華 你上帝所賜為業之地 被顛污了 但在這段聖經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這條條例其實 陳列了一個很清晰的優妻的原因 我們之後再研究 為什麼這裡會有這樣的條例 但這裡提出了一個很清楚的優妻的原因 就是當丈夫發現妻子 有一些違規的事情 或者這裡和合本翻譯的 是不合理的事 其實按照原文聖經的翻譯 就是說有一些事情 他做了不按規矩 他做了一些不太規矩 當他做了一些不太規矩的時候 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你怎樣 就可以去優妻 這個是這段聖經的意思 我們就要問 什麼叫做違規的事情 或者不合理的事 其實這段聖經 很多時候被濫用 和斷章取義 不單止耶穌引用 我們今天的基督徒 都很多時候斷章取義使用這段聖經 其實這段聖經 它陳述的時候是一個很獨特特殊的情況 在當中有一些介紹 告訴我們這個妻子 究竟有什麼做了是違規的 不合理的 如果我們繼續看這段聖經 從第24章的2節至4節裡面 我們可以有這樣的推斷 首先 這個優妻的一件事 是關乎這個丈夫和妻子之間的關係 發生了一些問題 那你說 牧師不用你說 沒有問題就不會離婚 沒有問題就不會休妻 不是離婚 要說休妻 丈夫 叫太太 麻煩你回歸 回去自己的家 為什麼在這裏 她夫妻子 為什麼會發生一些問題 我們繼續看這段聖經 在這裏我們還會發現一件事 當這個妻子 被丈夫發現她有一些不合理的違規事 之後 寫了一封優書 交給她手中 叫她回去她的父家 或者離開我們這個家 這個家不是你的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婦人做什麼呢 這個婦人離開了夫家之後 就可以去嫁別人 首先這裏說了一個情況 她可以去嫁別人 所以女子比較好一點 離婚可以去嫁別人 男人不得不可以再娶了 有些人是這樣解釋的 不是的 按照當時的社會狀況 女性通常是屬於被貶益 是屬於依靠在一個家庭的裏面 她的存在是這樣的 在這樣的存在的關係之下 你不去離開了自己的丈夫的家 那你就可以去嫁別人 是給你生存的 OK 不過在這裏我們再看看 這個婦人跟著怎麼樣 她後來嫁了別人 別人是誰 這裏就說到有一個後夫 不過奇怪就奇怪 這個後夫 後來也會有兩個可能性出現 恨護她 要爭她 或者是怎樣呢 就是後來這個丈夫是死了 所以第三節最後 就說到這個丈夫 娶了她之後 然後這個後夫死了 如果這個丈夫在第一個情況 就是娶了她 又不喜歡她 那怎樣呢 又寫一份優書 又趕她離開自己的家 她去哪裡也不知道 丈夫另外一個情況就死了 那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 究竟這是一個什麼特殊情況 為什麼這個女子 嫁了一個 跟著又會產生一件事情 然後又會被趕走 趕走了之後 她又要嫁了一個 嫁了一個 嫁了一個 然後又要趕她離開 為什麼這樣呢 弟兄姐妹 其實這段聖經 某程度上 是告訴我們一個獨特的情況 這個婦人 似乎很有可能 是當她和她的丈夫結婚的時候 其實她可能和其他男人 甚至可能是這個後來的後夫 已經有一些特殊的關係 被她丈夫發現了 於是怎樣 丈夫唯有寫優書 不如你走 然後當這個女子 我自由了 那我就可以繼續和她 再俗我的新歡 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似乎聖經在這裡 指出有一個這樣的現象 這個女子 是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現象 不過另一個現象 可能這個女子 根本上沒有問題 不過她做了一些事情 然後導致她丈夫 要將她趕走 不要她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丈夫叫她離開之後 她無以為繼 於是就繼續 希望有第二個男人去照顧她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發現到 這段聖經其實是告訴我們 這個丈夫 第一個丈夫 其實見到這個妻子 或者前妻 被第二個丈夫 脾氣 或者那個丈夫死了之後 這個前夫 竟然在這個時候 產生對這個前妻的連息的心 這個就是一個特點 因為當這個前夫 經歷了這樣的運作之後 休了個妻子 妻子又找了另一個男人 你不要管那個女人 究竟有沒有外遇到也很好 但是當這個第二任丈夫 不要她或者死了 她又想接她回來 所以這段聖經說什麼呢 就說她 看到這個前妻 在這個時候 又再次 失落了一個家庭的時候 這個前妻 就引起這個前夫 第一任的丈夫 對於她的一種 憐憫 想再娶她 所以在這段聖經裡面 很清楚 摩西 或者摩西寫這個生命記 在這裏的時候 怎樣 就說明清楚 前夫不可以再去取回前妻 今天的人就覺得 災族前緣 不好嗎 拖驚重緣 很多這些觀念 流傳在我們之間裡面 但是聖經這裡 其實講到一個很清楚的現象 問題是出在前夫的身上 這個前夫 你可以說某程度上 她很有愛心 對這個妻子 念念不忘 愛意重言 於是就想 看到她這麼失落的時候 想幫她 接她回來 再娶她回來 但是其實 同時間就已經反映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這個前夫 根本上她在最初的時候 她為什麼就已經去了 憂她的太太 而造成一個這樣的局面呢 這個反而就是這段的經文所引發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看這段經文 我們不看上文下 我們斷章取義 所以在當時的猶太人 他們同樣喜歡斷章取義的運用聖經的方法 於是怎樣 哎呀 如果我太太有什麼不妥 我就給她一份休書 休了她 所以耶穌就引回當時的流行文化 人若休妻就當給她休書 在這種陳述的裏面 其實告訴我們 耶穌所了解到的 根本上就是那個前夫 或者當時的人 他們很輕率地就隨便休妻 你再聽我說多一次 聽清楚 耶穌其實在這裡指出的是 當時的文化的人 是很容易就休妻 而休妻的情況就是隨意 很隨便就去做 因為怎樣 有休書就可以了 寫一封信 差不多 用今天說的 找個律師寫個離婚證明書 向政府申報 離婚就可以了 對不對 但這個陳述 這個講法 人若休妻就當給他休書 其實在後來 馬太福音第十九章 第九節裡面 那裡有一堆的法尼賽人 也都同樣用類同的說話 來挑戰耶穌 他們當時走到耶穌基督的面前 就問了 人無論什麼緣故都可以休妻嗎 耶穌在那段經文裡面 就引用了創世紀 上帝做男做女的時候 原本的指示是什麼 以此告訴這幫 自認是神學專家的法尼賽人 讓他們自己去聖經找回答案就算了 好了 這段聖經之後我們查到 講到那段經文的時候 我會再詳細和大家去分析 不過在這段聖經的當中 其實連貫上文 涵論到普羅大眾男女的關係 他們有犯奸淫的情況 其實是同出一次 都是告訴我們 根本上你作為神的子民的話 你應該是很謹慎 如果甚至什麼使得你陷在罪當中 譬如眼看完之後 你一看就已經想和那個女人有淫行的時候 你不用做都已經做了 都算是犯了奸淫的了 為什麼要這麼嚴謹呢 因為你是神的子民 因為你是神的子民 你就應該有一個很高的要求 要讓我們去看見 為了我們揭手這個神的子民的身份 我們就必須要不惜代價去堅守我們這個身份 也都反映出 神的子民其實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其實我們應該以上帝的原本的旨意而活 上帝在創世紀的時候 做男做女其實有一個獨特的意思 我們上文已經講過了 為什麼上帝原本做男做女的時候 為什麼上帝要做男要做女 因為上帝經過了先做男的時候 觀察到男的獨居不好 所以上帝就做了一個女 而這個男和女他們是 基本上是同一個肉身來的 所以男人去沉睡之後 上帝就在他身上拿一條骨 然後就去做女人 簡單來說 男人和女人之間是一個不可分的關係 但是竟然在這段聖經裡面 我們看到當時的流行文化 流行的思維 不僅是這麼輕鬆地去處理這個 上帝這麼看重的關係 而且親手摧毀他 更嚴重的問題是這個情況 是由一些很輕鬆的丈夫 而去造成的現象 他們因為隨波逐流 隨著自己的喜好 而去做一個決定 結局怎樣 他連上帝原本做男做女的原有設計關係都不再理會了 領先妹 如果當一個人 他根本不明白 上帝為何要做男 然後再做女的旨意 而他們又急於去參與這個分架的關係 其實只不過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危險的局面 難道你當這個婚姻是一個遊戲這麼簡單嗎 婚姻在上帝裡面不是一個遊戲 而是一個上帝要他在上帝指定的創造地方 上帝是創造整個世界 但是他特別再把男女放在一個特定的有限空間 叫做伊甸園裡面 讓他們在當中生養眾多片滿地面 治理者地耕種那個地方 上帝是這樣的原因 想你在那裡顯明上帝創造的特色 但是你怎樣 在那裡不單止沒有發揮出這個見證 反而你還甚至將上帝原本做男和做女 這個原意將他摧毀 所以弟兄姐妹 從這段聖經的當中 其實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教導 第一 我們作為信徒不應該斷章取義地去運用上帝的說話 其實是很危險的 如果我們只是在運用上帝的說話當中 抽某一些句子出來 就說是上帝的意思 其實這種的做法是很多時候都是錯誤的 特別很多時候去解釋一些東西給別人聽的時候 解釋完之後我通常都會跟別人說 你明白我所說的東西是什麼 你可不可以再說一次你明白了的東西給我 讓我知道你漏了什麼 但是很多時候很多人聽完之後 聽到一些他剛剛聽的東西 或者可以利用來去謀取自己利益的一些陳述 然後就說你就是這個意思 這種的做法很多時候就是我們看到人的醜惡的地方 而神的子民不應該這樣 所以第一點我們要留意的就是 不應該斷章取義去用上帝的說話 但是其實斷章取義這個做法 有一個更深層次的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人對上帝的旨意的輕視和否定 所以斷章先輪說到這一段的經文的時候 其實耶穌想提出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其實一方面可以說是談論到婚姻的其中一個題目 但是如果我們只是留在那個層次裡面 我們就同樣是留在一個道德層面的陳述 但是其實耶穌這裡所說的是更重要的提出 我們對於上帝他的作為 上帝的決定 上帝的創造 我們其實有多少的尊重呢? 如果你在這一點上還沒弄清楚的 請你先弄清楚它 否則他說你即使我跟隨上帝跟隨主 其實都是一件對於上主來計 你只不過是消費上帝的一個做法 希望從中取離 希望在當中可以吸收一些上帝流出的油水 上帝不介意給你嘗一下天恩的滋味 不過你有沒有能夠因為這樣而誘發你 真的有一個對上帝全盤毀身認定的尊重呢? 這就是這段經文的註冊 好了,耶穌說完這句話之後 他不只是停在這裏 耶穌第二部份就是要告訴我們 原來要我們去體現神子民的身份的話 在當中有一份很大的張力是要我們去面對的 這就是在第五章的第三十二節裡面說 Detension in respecting God 我們再讀多一次這節的經文,好嗎? 第三十二節 只是我告訴你們 凡憂妻的 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 就是叫他作淫苦了 人若取者被憂的苦人 也是凡奸淫了 我希望大家要很留心去聽 因為這一點是比較複雜的陳述 第一點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到 耶穌當提到他們人若優妻就當級優書 這個這麼斬件式 這麼斷章取義的問題 是誘發他們有錯誤的神學觀之後 耶穌總結出兩點 就是在這段經文裡面說了 第一點 耶穌說 凡憂妻的若不是淫亂的緣故 就是叫他作淫苦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耶穌在這裏提出的就是 人若取者被憂的苦人 也是犯奸淫了 哇 耶穌在這裏 這個什麼陳述呢 似乎有一個更進一步的解釋 這就是我們需要仔細去慢慢探索出來的主題 第一點 在這裏提到問題是什麼呢 剛才我們已經說過了 《生命記》第24章的第一至第四節 最大的問題 整件事都是由第一任的丈夫所搞出來的 她很興奮地去憂了妻子 待會說一下 可能這個丈夫不斷需要這麼嚴重 不過她這麼輕易就憂了妻子 或者至少事實就是她憂了她太太 於是就造成了一個這樣的局面 她任憑自己幾義去憂妻 就造出一個大問題出來 這種陳述呢 也都是我們華人教會是很普遍的現象 很多時候我們華人信徒讀到《生命記》第24篇 第一至第四節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錯讀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屬於翻譯譯本上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譯本譯得不好 我們的譯本說人若取妻以後 見他有什麼不合理的事 不起悅他就可以寫休書交在他手中 就打發他離開夫家 造成一個看法就是什麼呢 哦 如果你是丈夫 哦 如果你看到你的太太有些事 做得不太合理的 哦 還有她做得不太喜歡的 那怎麼辦呢 聖風休書她 然後打道回府請走 這就是我們和合本翻譯的最大的問題 如果我們小心去看原文希伯來文的翻譯的時候 那個正式的翻譯是這樣的 如果一個男人與另一個女人結了婚 但是那個女人做了一些事情 而那些事情是因為那個太太犯了一些錯 什麼錯 然後後來就引述回去 哦 她原來可能是和其他男人有其他關係 或者還未查明真相 丈夫就已經不高興了 一不高興之後就怎樣 就將她誘了 其實這段聖經裡面所談論的情況 很多時候華人教會就說 哦 總之那個女人做得不好 好 我男人不滿意 那我們就可以優妻了 環教會有一些這樣的目者 有一些弟兄想建議撕遷 然後又說我和這個結錯婚 其實我和這個才是真的 第一個是假的 不是錯的 第二個才是對的 我去到法國的時候 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說 他說法國人有這樣的觀念 第一任的太太不是太太 那個只是實習 真正的太太是第二個 第二個現在變成實習 有很多個 我其實去到法國的時候 我看到很普遍的 一個男人 不單止在教會以外 在教會以內 都是這樣的情況 取緣一個又一個 那個太太還沒死 跟第二個又是未來 硬去的 其實原來 可能那個太太還沒死的時候 就是被他們兩個 激到這樣的情況 可能是這樣 如果我們斷章取緣去解釋 這段聖經就是這樣 和合本的翻譯也有法 我們在這個錯誤的解釋 這段聖經本身是怎樣解釋呢 其實耶穌在這裡作一個很清晰的介紹 凡丘妻的若不是淫亂的緣故 就是叫他作淫婦了 這句話就是說 如果作為你丈夫的話 你作為丈夫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要保守你的太太 不會成為淫婦 聽清楚嗎? 你作為丈夫的 你是應該有一個責任 揭力去保守你的太太 不會有成為淫婦的機會 如果你隨隨便便這樣優了她的話 其實就等同於 推她去做淫婦 沒有分別而已 而且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陷她於不義 也都同時陷其他的男人於不義 所以跟著第二個情況就是 人若取者被憂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 所以一切的問題都是第一任丈夫的問題 或者我們更加普及性地這樣說 只要你成為一個人夫 或者丈夫 人夫就是現在很多人喜歡這樣的陳述 什麼人夫人妻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的這些字眼 不過如果你作為人家的丈夫 作為一個已婚的男士 明白嗎? 作為一個有老婆的老公 你有一個很關鍵的角色 就是你不可以隨便去優你的太太 如果你優你的太太 會產生一個連以效應 英文叫Ripple Effect 不只是你的太太被你推了下去做淫婦 而且你成就了一個機會 被其他男人都犯了奸人這個可能性 其實這個說法就是 耶穌故意延續在開頭的登山寶品裡的時候 談論到炎和光這個雙生比喻 Dublet Parable Introduction 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還記得 炎和光那個比喻最重要的特點就是 作為神的子民 我們如何在這個世界上 活出有神子民的本質 你作為丈夫 你應該有作為丈夫的責任 所以在創世紀裡面 先做男先然後再做女 是告訴我們 丈夫有個責任 是要揭力保守他的太太或者女人 要在一個安全的情況 不會去犯奸人 或者不會犯罪 或者好像這段聖經說 作為一些不恰當的事情 不合理的事情 或者按照原文所說 犯了錯 為了虧 明白嗎? 作為丈夫有一個這樣的角色 你要顯明出來 作為神的子民 你要在這個世界裡面 顯明你是神的子民的身份 所以在這個時候 有一個很基本又很實際的問題 如果你邀錯妻的時候 其實你就推你太太去犯罪 也都誘法其他的男人可以去犯罪 如果打著你的妻子 真的做了一些違規的事情 當然這是使道婚姻上的違規事情 作為丈夫要怎樣處理好呢? 你作為丈夫在這樣的情況 耶穌基督 是不是在這裡提議 優妻就是一個解決的答案呢? 如果我們只去看聖經的時候 我們就會得出以下的一些看法 第一 我們可以說到 優妻這個方法 不是說不是一個方法 不過這個是一個不合適的方法 而且這個方法 在聖經裡面 耶穌解釋是一個硬心的方法 因為如果你還記得 在遲些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九節的時候 當那些法尼賽人走來問耶穌 那是不是在任何情況的時候 都可以把這個妻子休了他? 寫休書就可以休了他 耶穌的回答是怎樣? 除了解答他們蒼西裡面 上帝做男女之間的原意之外 這班法尼賽人還追問耶穌 那為什麼摩西準呢? 其實他們是整個堵被摩西踩的 其實也都整個堵被耶穌踩 你說摩西錯? 那全世界的人都討厭你耶穌 有哪個猶太人會說摩西會是錯的? 我夠膽說摩西錯 摩西真的做錯事 錯就是錯 耶穌在這個時候解釋 摩西是不是錯? 耶穌的解釋很有趣 是因為你們的心硬 是想優妻那個男人對丈夫的心硬 簡單來說 優妻這個解決方法 是一個快速 不過是一個不合適的方法 並且很多時候 今天很多人很喜歡用的方法 很流行的方法 最流行的方法就是 長痛不如短痛 就是膽抱 大家都得到自由 自由 可以公平 大家坐去找個正確的 公平 民主國家 公平 不只是民主國家 專權的國家都是這樣 耶穌在這裏 如果我們仔細看 他根本就指出這個優妻的方法 是一個不合適的方法 摩西容許是因為你們一定要這樣做 摩西的做法其實是 反映出上帝面對一群罪人的時候 為什麼仍然容許這些罪人存在 因為上帝尊重人所有的自由意志 可以讓人去決定他自己走的命 所以摩西 雖然眾士知道他們的要求 優差是錯的 但是怎樣 都容許 他容許不是因為他同意 聽清楚 摩西不是同意 你要做 他沒有辦法 就等同於 猶太以色列文 他們要求 撒母以為他們立王 撒母以為他們立王 撒母也知道是不對 上帝也知道是不對 但是為什麼 上帝說 要讓他們去立王 你幫幫他找個正確的 不過這些人不是這樣想的 他們是對看的 我翌日再說 耶穌其實在他這裏的陳述 是提供了一個很正確的答案 根本上正確的做法就是不優妻 你說牧師 不是的 我看不到 你這個看法 我再介紹給大家聽 看看怎麼看 所以我為什麼要小心點聽 他說 凡優妻的 若不是淫亂的緣故 就是叫他作淫婦了 人若取者被憂的婦人 也是犯奸淫了 你就一定會問 就是了 牧師 這裏不是說 耶穌都說 憂得的 憂得是什麼 有條件 有條件就可以憂的了 犯奸淫就可以去憂他了 犯奸淫就可以憂得了 如果我們只得這兩句當然是這麼說 看完後面那兩句才行 後面那兩句說什麼 就是叫他作淫婦了 你將他放進淫婦的逐局面 你憂 雖然他已經做了淫婦了 他犯奸淫了 你作為丈夫 是不是再推他下去做淫婦 繼續做淫婦 而且讓淫婦的活動 繼續衍生下去 正如剛才我們所說的 這個 Ripple Effect 涟漪效應 耶穌其實在整個的陳述句裡面 那個主旨都是告訴我們 作為丈夫 或者今天的人說人夫 你要對他的太太揭力保守到他不會陷在淫婦的局面 如果他已經做了淫婦也好 你也不要讓淫婦的惡果繼續滾下去 明白嗎? 所以耶穌說如果那個人再被娶了這個被憂的淫婦 那個人又變成奸淫 好像跟生命記有些不同 生命記說第二個丈夫可以娶得她 她可以嫁的 沒錯 生命記就是這樣說 耶穌在這裡說出上帝的心意 上帝根本從頭到尾都認為 一個男人是許配一個女人 而那個已經是結婚的男人 結婚的女人 他們就會長相思守 縱使這個女人犯了奸人 丈夫都不應該繼續推她去做淫婦 這個角色 而且讓她這個角色繼續延伸更多的行淫的情況 所以你就會在這裡問 牧師爺這個要求很高 如果丈夫知道太太已經行淫 你又不憂她 她就繼續在你面前 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件事 其中一個好處就是 至少這個丈夫做了她應當的角色 上帝做男人的角色是什麼 揭力保守這個女人 要跟她怎樣 成為一體 你要跟她保守她 你繼續做這件事 你肯做而已 那個太太 妻子未必肯 可能她繼續去行淫的 但是至少 你作為丈夫 你已經做了你丈夫 最大可能做到的事情 而去把最小可能的傷害 繼續發展下去 明白嗎? 對兄姐妹 作為丈夫 是不可以推妻妻子 盡情讓她去犯奸人 明白嗎? 作為丈夫的角色 是要保守 使得太太 不會繼續去犯奸人 那你說 那丈夫是不是要鎖起這個太太 但是聖經也沒有叫我們鎖起她 沒有 她要犯你也沒有辦法 繼續偷情也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這個太太是知罪悔改 她會看到這個丈夫對她的接納 她認罪悔改 那她就不會有衍生更多犯奸人的事情 也不會再有其他男人陷在奸人的當中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作為神的子民 活出上帝的旨意 作為男人的角色的時候 你就可以怎樣? 鞏固這個男女之間的關係 見證出神的子民應該尊重上帝 那個原本設計的決定的特色 那你就會問 牧師如果是這樣 對這個男人不是很不公平嗎? 對這個丈夫不是很不公平嗎? 很難過的 這個日子 有空又 你看到她又走出去 又跟那個男人 轉頭又說 旁邊的三姑又說 看到她跟那個男人去了開訪 或者跟那個男人 另外一個男人又繞著手 在那裡親 那怎麼辦? 很不公平 對這個丈夫這樣搞法 但是 鄭姊妹 婚姻不是用公平來評審的 如果你說公平的話 耶穌一個人 以無罪的身份 頂了全世界認罪悔過的人的罪 公平嗎? 你跟上帝說? 上帝這麼公平嗎? 你對於你的兒子很不公平啊 耶穌說 耶穌說 我覺得 不是公平的問題 是我要滿足父的旨意 你有沒有留意到? 耶穌經常都說這句話 要滿足父的旨意 馬太福音很多的 沒錯啊 你作為神的子民 你作為人的丈夫 當你的妻子如果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很清楚告訴你 在婚姻裡面 不是用公平這個說法去說 當你要為了你的妻子的好處 為了你履行 無奈 他每做一次行人的時候 你就會再痛心一次 他很開心啊 有些人就會怎樣 你看他多開心 你為何要陪他這麼痛苦 憂憂愁愁愁呢 不公平的啊 不是公平的啊 頂之妹 作為神的子民 你要預了在尊重神的決定的時候 以實踐上帝旨意的時候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面對一連串的張力 是你很難接受的 但是這些的張力 其實正正就是我們見證上主的能力 頂之妹 婚姻不是用公平的衡量 有時候其中一方要多付出一些 有時候另一方又要為對方作出多些的遷就 因為我們要明白到 神在創造男女的時候 上帝就已經作出一個這樣的決定 那人獨居於不好 所以就為他做個配偶 我們就要學會怎樣去活出 如果你作為丈夫的 作為太太的 你就要學會怎樣去按照主的旨意 活出上帝在這個創造的時候 所決定的獨居不好 這個這樣的決定 這個就是神的指民應有的責任 而在這裡坐在耶穌基督面前的這幫門徒 他們當時必須要去對那種流行得非常厲害的 要用這個輕忽憂妻的態度 將他平起 並且要揭力去做到達至上帝創造人的目的 同樣道理 用到今天的現象 我們今天其實都經常陷入很多流行的神學思維 而這些神學思維或者信仰是錯誤的觀念 看上去很多人都很接受的 我經常說 神就是愛 我們教會要愛 但你經常都不介紹神的愛是怎樣的 你還是用世界的人去愛 對不起 你這樣活不出上帝的真理 很可惜的就是今天 很多時候我們作為信徒的 不要好好留心 就將這些簡化了的錯誤神學觀 就成為了我們的主流神學觀念 信仰的基礎 是很可怕的 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那個所謂 阿比斯式的討告 是一種成功神學的討告 他是廣泛流行在今天教會的人的生命當中 因為這個阿比斯 他討告就是合神的心意 上帝履行了 領姐妹 如果你是這樣想法的時候 你根本不明白上帝的心是怎樣 你只不過在信一些 好像其他偶像的敬拜一樣 你求祂就滿足你 撒旦就是這樣 在試探耶穌的時候 完全不見證 祂最喜歡滿足人的 撒旦的背後 魔鬼的背後 就是滿足你的慾望 最重要是你不在上帝裡面 如今人因為犯罪 男女的關係 進入了一個破裂的狀態 我們作為神的子民 我們必須要學會尊重上帝創造人的原意 即使這些張力 要我們去秉行秉持是很困難 可能會很傷害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些現象 在這個罪惡越來越窗旺的時候 就更加大的張力在我們生命當中 不過 弟兄姊妹 我們必須要去學會這個熟靈的功課 不要掉進去這些超簡化的 也好像大家都大眾認同的神學觀 回去看看聖經 聖經怎麼介紹上帝給我們知道 我們必須要學會 有一夥尊重上帝的心 我們才能夠活出一個屬神子民的生命 並且以此印證我們是屬神的子民 今天沒錯 會在這個罪惡的世界中 這種張力會越來越大 但是我也可以很肯定地告訴大家 這種張力會在我們進入到神的國的時候 完全消失 因此在這裡鼓勵所有屬神的子民的弟兄姊妹 我們回到上帝祂的旨意當中 如果談論到婚姻的觀念的時候 就讓我們帶著正確在創世紀裡 上帝的婚姻觀和創造觀 讓我們勇敢地在今天這個時代裡 向這個充滿罪惡的世界 但迎面地去見證出 上帝是我們的主 是我們絕對遵從的神 不容易的 但我們可以同心地討告 祈求主 祈求主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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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聽準主你的教訓 並且勇敢地去付諸於實行 當我們憂傷痛苦 或者我們受到傷害的時候 主要求你讓我們明白到 我們並非孤單你跟我們同在 因為我相信 你曾經說過 直到這個世界末了 在這段時間 你的靈 一定是之前的靈 讓我們不要放棄 我們的同心討告 供靠主耶穌的得勝的名字 是嗎 陳真往前 你去哪等到 狂狂看 你之後 你去哪等我 你去哪等 bir 你去哪等我 你去哪等我